这几点在以后的学习当中 里面不断的会体现这种哲学思想 也就是Linux的基本原则 哎呀 原来也卡住 Linux的基本原则 或者叫哲学思想都行 就这样几点 首先第一个是 对Linux的原 当然我们说过的 它的自由哲学思想 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样我们就说它其他的 第一Linux是由小程序作成 就是它的每一个程序 都体积非常小 而且目的非常单一 这是第一点 叫由目的单一的小程序作成 这是第一点 这个特点 使得Linux上很多的程序 或者一个复杂的系统 通常会有许许多的小程序 我们必须要手动把它揉合起来 才能组建成一个符合我们需要的系统 尤其是将来我们自己配置服务的时候 需要装很多软件 那因此 结果就是我们需要组合小程序 完成复杂任务 这需要我们自己手动进行 第二点就是以切接文件 对Linux而言 它所有东西都保存为文件格式 甚至于连设备的访问入口 都是展现 表示为文件的 后面我们讲到Linux的目录结构的时候 我给大家细细讲 每一个目录下 大概放到什么文件 甚至于这些设备 对应的访问入口是什么文件 这些文件如何进行创建等等 后面都会讲到 第二叫一切接文件 OK 第三点叫尽量避免捕获用户接口 就是尽量很少跟用户进行交互 避免捕获用户接口 说白了就是不跟用户交互 一个程序用户只要发起一个进程之后 这个过程当中一般而言 不需要用户再输入任何信息 简单例子 比如 就来看 我们这Linux系统起动你来后 你输入个命令 RS 中间不需要你输入任何东西 命令就能执行结束了 包括if can fake 等等 这是我们的第三点 第四点 配置文件是保存的成文本格式 配置文件保存为成文本格式 因此在我们的Linux上 要想配置一个服务的话 你只需要拿一个简单的文本编辑器 足以完成所有功能 那我们需要各位与以前不同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一个操作系统 所以对于这些的基本概念各位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不然的话你无法能够深入精确的理解这应该是到底怎么工作的 这在此前恐怕各位是接触不到的 好 这在几个基本原则 大致有这样几点 后面我们说过 后续的课程当中逐渐的会体现出这些特点或者原则 那刚才我们提到过 对Linux而言它的操作系统 我们用户要想跟系统进行交互 必须要通过一个shell接口来实现 这个shell有可能是图形化的 也有可能是命令行的 但不管怎么讲 我们可以把它统一泛称为shell 所以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接口 那在图形化的人机交互接口下 我们如何去执行一个程序 很简单 刚才给大家解释过 我们只需要双击一个图标 对于程序是不是就可以运行才了 OK 那在非图形界面下 怎么去执行一个程序 好 那先说第一个 部位接口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 而对于clive接口而言 这就需要我们去输入命令 给出执行文件的路径 在这clive接口当中 它有一个叫做 称之为叫做命令提示符的东西 命令提示符 说白了就是给你一个提示符号 在这个符号后面你可以输入命令了 你的意思吗 叫做命令提示符 它有个单词叫做prompt 就表示你可以立即输入命令了 对于Linux而言 命令提示符还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首先管理员的展现为 警号 OK 管理员的展现为警号 而普通用户的展现为到了 这是普通用户的 那各位应该明白 管理员和普通用户的使用 权限是不相同的对吧 那什么是用户 什么是组 什么是权限 后面我们有详细解释 但是这两种命令 这两种用户的命令提示符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根据这个提示符 就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类用户 Linux和Windows不一样 它的 管理用户 或者它的用户类别非常简单 要么是管理员 要么是同用户 就是两类 事实上我们精确分还有第三类 那个我们胡说再说 它的命令提示符也仅限于这两类 当然这种命令提示符 严格来讲 我们这里指的是Bash shell 就是Bash shell这种shell应用程序 它是这样来展示的 在命令提示符下 我们只需要输入要执行的命令即可 输入命令以后 直接敲回车 那这背后到底进行了什么动作 为什么我敲命令 我输入命令敲下回车才能执行呢 注意我们说过 shell本身就是命令行接口 所以当我们输入一个命令敲回车的时候 这个命令会被你的shell送给内核 由内核来判断这个程序是否具有执行权限 以及能否执行 还包括从什么地方开始执行 我们说过 任何一个程序要想能够独立执行 必须得有执行入口 那因此如果说一个程序不可执行的话 内核就会反而一个错误 你比如说 我们随便给他写错一个命令 比如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LSS 你回车 这个文件可能不存在 它也可能没有执行权限等等 这个时候必然会产生错误 这个错误信息 仍然会通过我们的shell界面 跟我们反过来 告诉你这出错 而刚才我们所看到这里 这就是个命令提示符 这整个的你可以把它称为叫prompt 前面这些形式是可以修改的 那显示会什么样子 但是这个符号一般而言 在bashshell下管理员的都是警号 主动员都是$ 那我们怎么去输入命令 怎么去输入命令 或者说我们可用的命令哪些 这里我们先不管它 那我的命令格式是什么 命令格式 对Links而言 我的命令格式通常有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那就是命令本身 也就意味着在命令提示符下 你第一个先输入的 必须得是个可执行程序的路径 或者说必须得是个命令 或者脚本的名字 其他的一定会报错的 OK所以第一段 我们称为命令 命令会员可以跟选项 注意一定要有空格 格开之后是选项 选项是什么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过来看 我们说LS 这是显示我们当前的文件 LS-L 用另外一种格式来显示 看到了吗 LS-A又是一种样子 而这里-什么-什么 它们就称为叫选项 所以选项的作用是用来 修正命令的执行方式的 或者叫修改命令的执行方式的 叫选项 选项还有短选项和长选项之分 短选项 刚刚各位看到了 我们使用一个杠来引导 看到了吧 使用一个横杠来引导的 一个横线 后来通常跟一个字符 而长选项 通常使用两个横线来引导 后来跟一个单词 跟一个Word 而这里跟到一个字母 一个character 后来跟它是一个字母 这是长选项短选项 带来的区别 当然很多命令都同时 把一个选项 既有短格式又有长格式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 选项后面 选项可以有多个 各位还需要注意 选项可以同时使用多个 像刚才这里 我LS使用了-A 又使用-L 对不对 那L是什么命令 回头我们会解释的 你还可以使用 LS-A又-L 同时使用 懂得吗 -A又-L 两个选项一块用 如果是短选项的话 多个选项 彼此之间可以组合起来 短选项 一般而言 多个选项可以组合 就使用一个横杠 把这些选项 一块来写 比如说-A 又写个-B 你可以直接使用 -AB 这样子 注意-AB之间就不能有空格了 而否则多个选项之间 必须得有空格来隔开 一定要记得 不要来看 这里 我们刚才这个-A-L 你可以写成LS-AL 结果是一样的 LS-LA也行 结果也一样 要是它的次序 并不是特别关键 但是 有一种情况下 比较关键 等一会儿我们再说 哪一种比较关键 长选项通常不能组合 必须要分开来写 好 这是选项 各位一定要记得 如果有多个选项 并且没有组合 中间一定能有空格 如果组合了 就一定不能使用空格 长选项通常不能组合 选项后面跟的是参数 参数是什么 参数指的是命令的作用对象 这个命令对谁生效 命令的作用对象 生效在什么地方 对于不同的命令来讲 它能够接受的参数 是否能够接受参数 接受的参数个数等等 都可能是不尽相同的 你想刚才这里 我们压根就没有接任 的参数LS 它实际上是有默认参数的 你还可以使用 给个路径LSETC 展示为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听到吧 是不是 那就意味着它的作用 目录不一样 不带参数的时候 默认是当前目录 指定参数 那就是指定的目标目录 甚至于它还可以同时 带多个参数 比如RLS 可以指定一个目录 再指定另外一个目录 两个参数 它会显示两个目录的内容 当然后面我会讲 RLS命令的使用方法 好 这就叫参数 我们的命令 大多数都是这种格式 命令选项参数 如果有多个参数 彼此间用空格格开 一定要记得 这种命令的使用格式 那我们如何获取命令帮助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我们明天再细讲 那现在来看一看 怎么去 怎么去实现 我们用户的登录和切换的 因为有些同学此前通常没学过 所以我们还是来说一说 我们装完以后 刚启动系统的时候 应该会是这种样子 对吧 可能会展现这种格式 这其实就是一个登录提示符 是一个称作叫login的程序 打印给我们的登录提示符 操作系统是一种稀缺资源 计算机也是一种稀缺资源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随意获取的 因此它需要让那些具有 使用凭证的用户才能使用 注意 叫做使用凭证 使用凭证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造作系统 为什么会有用户的概念 用户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想问这问题没有 如果没有用户的话 你的温度设计启动以后 就直接进入了 而且任何人 启动你的温度主机 都能够直接进入 并使用寄设计 对不对 都能获取你的任意文件 所以它没法限定 资源的使用者 那因此其实用户 只是实现 使用凭证的一种机制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种 国外的电影 比如说我们要进入一个 高度戒备森严的 区域的时候 可以刷指纹 刷手掌 刷红膜 是不是都可以 这些都是生物识别技术 他们到底用来干什么呢 验证使用者的身份 你到底有没有权限使用 我到底要不要 允不允许你进来 是不是这个概念 那用户呢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东西 用来标示一个资源 获取者的身份的 但是各位有没有明白 用户本身 用户名 大家都知道 你的要入口 我的要入口 是不是道理 那我们如何去验证用户的身份 要靠什么 靠与之配应的密码 这叫称之叫认证手段 或者叫认证方式 像刚才所说的刷指纹的 刷手掌的刷红膜的 这种我们称之叫认证机制 而用户指的是 你认证通过了 我怎么去能够在这个系统里边 标示你到底能够后续买资源 同样道理 到一个公司里边 大家都拿着有员工卡 都能进入 来回出入 但是经理和普通员工 他所能够操纵的资源 是不是不一样 都能进入 你也有密码 我也有密码 没错 但我怎么去界定 彼此的身份呢 怎么去知道 你到底能够使用哪些资源 我能够使用哪些资源呢 这就是靠用户来实现的 所以说白了 用户就是我们的使用标识 或者叫使用评价 我们直接讲 你是不是能够理解 好 那因此我们这里 就需要给个用户名 来进行登录 所以我们首先输入用户名 这是Linx默认的用户 管理员 root名称无法修改 一般来讲 而且它的ID号为0 等一会我们会解释 puzzword默认是 Red Hat 密码叫做Red Hat 注意 Linux严格区分大小写 所以你的root 如果写成大写了 是不可以的 Red Hat的密码 写成大写了 也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记得 这个Windows不一样 Red Hat的密码是默认的 Linux严格区分大小写 任何一位写成大写 或者小写不对应 都是视为错误的 好 我们登录进来以后 大家看 它就打印了一个交互 是接口给我们 这个我们称为叫命令提示符 刚才给大家解释过的 你还记得吗 OK 而Windows你登录进来以后 这个桌面 其实也就是一个交互式界面 只不过命令界面 你输入命令 交互式图形界面 你双击鼠标 点击菜单来选择而已 它的执行方式不一样 但是其实对于内核来讲 这并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对内核而言 无论你前段是Shell 还是前段是图形界面 它们最终都会把用户的操作 转换为对应的命令 并转交给内核的 所以在内核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在用户看来有所不同而已 好 那我们登录进来以后 注意我们使用的是管理员用户 事实上我们的Linx还有一个特性 它给我们提供的登录界面 可不止这一个 当然各位都是笔记本 可能你的键盘和键盘映射方式不一样 未必都能够同时使用 但是可能你可以多试几次 比如说我们按着 Ctrl-Alt加F2 按一下松开 过来看 我们这里又显示一个登录 看到了吗 我按Ctrl-Alt F1又回来了 是不是 我们还可以再登录一次 在Ctrl-Alt F2上 这又登录了一个用户 再按Ctrl-Alt F3 又登录 这是多个虚拟 登录界面 还有多个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虚拟终端 叫做虚拟终端 终端有很多种 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在模拟你是一个 是一个多用户的环境 而且有多个不同的显示器 所以可以给你虚拟出来 假的几个假的显示器 我们把它称为终端 叫Terminal 我们把它称为终端 好 上的Linx中文有很多种 有物理终端 有控制台 有虚拟终端 有模拟终端 等等 将来这些我们都会细细的去讲 而且各位还可以自己去操作 操作这些终端 我们可以在这些终端之间来回形切换 一共有六个终端 我们可以先切换的 一般是严定的Ctrl Out 这是默认的 其实到底有几个 我们可以自己定义的 从F1到F6之间 我们都可以切换 如果说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指定 装了Linx的话 这里我们使用Start X命令 加个And符号 注意这里有空格 StartX And 注意这个And符号 这符号各位应该认识吧 这边我们的程序在后台运行 你不加也没个事 回车 我来看 可以启动同情界面 稍等 这个我们大家称为 叫图形中端 这实际上是 Out加F7 当然第一次 如果你此前从来没启动 同情中端服务 CtrlOutF就是切换中端来的 此时 我们使用CtrlOutF1 还可以切换回去 看着 又回到我们CtrlOutF1了 CtrlOutF2 是另外一个界面 F3 又是一个界面 CtrlOut加F7 又回到你的通知界面了 可以来回这间自行期吗 当然还是那句话 你的笔记本 未必能够这样使用 因为键盘格式不一样 可以试一试 你可以试一试 Linux的灵活之处在于 它可以启动多个图形界面的 我可以试一试 在图形界面下 如果我们想执行命令的话 只需要点右键 OpenTerminal 我们点OpenTerminal以后 也会打开一个终端 但这个终端被称为叫 所以我们点上 这个终端我们称为叫 模拟终端 它是假的 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输命令了 当然我们这里不做 多余的演示 对用就可以了 知道从哪儿打开 或者是 你通过什么Application 或者System里边去找 应该在System里边找找 Application Accessories 在这里 Terminal 我看到了吗 那我们后续的学习过程 几乎都用不着图形界面的 你也甭管它 你知道怎么启动就行 事实上我刚才说过 在我们的Linux上 我们还是应该介绍一下 我们图形界面的类型 Linux的图形界面有三个 第一个叫做Gnome Gnome 第二个叫做KDE 第三个叫X-Face 有没有A网 对于Gnome而言 Gnome是使用C开发的 KDE是使用C++开发的 而X-Face是一个简洁的 适合用在嵌入式平台上的 轻量级的桌面系统 据说Ubuntu也出了一个Linux 主机操作系统 算是手机操作系统 据说也见面挺漂亮的 好像有公司已经在研发 Ubuntu手机了 我们回头可以看看 盛利代 那Ubuntu本身也是一个Linux Ubuntu还有多种不同的版本 Gnome版 KDE版 X-Face版 分别所提供的桌面不一样 但是在我们的红帽系列上 系统上 它两个桌面都提供了 一个是KDE Gnome 只不过我们刚才装的时候 默认装的只装了Gnome 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的桌面系统 一个叫KDE 一个叫Gnome 这是图形化的界面 而对于命令行界面来讲 它也都是一些程序 有很多 像刚才我默认这个词 是Bash Bash 除此之外 它还有C shell Z shell T shell TC shell 等等等等 有一个就行 事实上 Bash 是用的最广泛的 而且也是功能最强大的 开源的 这也是绝大多数的Linux 默认实用的 所以我们学习实用的是Bash Bash 当然它有shell 就叫Bshell 这是默认的shell 它也有个默认的shell 所以叫做shell 事实上shell也是Bash的链接 还是比较Bash 反正我们会讲的 今天先给大家一个盖猫上的认识 回头我们会展开到猫猫去 一个一个解释 无论如何各位明白 shell其实就是让我们用户输入命令的 并且将命的结果能够取回到当前屏幕上来的一个用户接口 或者叫人机交互接口而已 我们还说过 任何跟shell启动 或者任何跟shell相关的程序 只要shell关了 那个程序也会关掉的 还记得不 这是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个相关的概念 希望各位能明白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怎么去切换用户的 假设我们当前系统上 装上系统以后 默认有两个用户 一个叫root 一个叫student 好像还有一个叫visitor 有这样几个用户 那我们怎么完成用户切换 我想从root用户 换到另外一个普通用户 再怎么换 我们有个命令叫switchuser 简写为sup switchuser 这也是Linx的重要哲学思想之一 能简写 绝不全写 所以seu 叫switchuser 所以简写为seu 转换用户 切换用户 命令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只要我们以它为例 来介绍命令的使用 so 使用一个选项 当然选项有没有都可以 后面跟上参数 参数是用户名 参数 就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用户了 各位需要注意 我的命令这里 如果我加以中控号的话 在这里 这表示这是个可省略的 这表示可省略的 当然你不要在命令行上直接敲这一回 这表示你可以不用它 直接搜加用户名就行 比如 不要来看 我使用sup student 回车 这就期望student的用户了 但是有些人说了 这里还是显入入退 这个我们回头再解释 要想退回来 我们使用这个命令叫 exit 千万不要再搜一次啊 使用s的表示退回原样的位置 这个不加任何选项 这边我们只需要了解它的简单使用就行 那我们要使用sup-l 加student的话 我来看 回车 这次就没再出现如此 这次我们称为叫完全切换 上面这个我们称为叫半切换 回头我们会解释它来什么不同 好 这就是实现用户切换的 很简单 要想退回来 仍然是 exit 那像刚才我们使用这个命令 这就叫命令 这个叫选项 这叫参数 它只需要接受一个参数 而选项是可省略的 好 那刚才我们提到过 装完以后默认我的管理员的密码 叫Red Hat 对不对 那我想换个密码怎么办呢 另外一个命令 叫 passwd 简写 它是password的简写 叫做passwd 回车以后就用于修改当前用户的密码 连书两次即可 我需要注意 对于管理员而言 你可以随意改成其他密码 而对于普通用户来讲 一般默认策略是 必须要符合密码复杂性规则 我们密码就所谓的叫 密码复杂性规则 什么意思 密码必须要足够复杂 它指的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知道 如果我们使用密码 只使用数字 你想想想一下 数字一共只有十个 是不是 那就意味着 你使用六位密码 我从头到尾暴力去猜 暴力破绝 我一个一个猜 我猜到二次能猜出来 你的六位密码 十的六次方次 是不是 十的六次方次 一百万听起来很大 但是对计算机而言 很快就完成了 能没有吗 所以这叫十的六次方 OK 这是只有数字 那如果我们使用数字和小写字母 那该猜多少次 仍然是六位密码 我使用数字和小写字母 随意组合 可以猜多少次 二十六个字母 加十个字符 是不是 那就是三十六的六次方 你说这是不是要复杂多了 难才多了 那要再加上大写字母呢 那就是六十二的六次方 是不是 能理解吧 那如果我把键盘上能用的字符 都给它用上去 都是我的科学范围 包括一些标点活滑 什么一些特殊字符 那是不是就更难猜了 假如说是一百个 在总体起来 那就是一百的六次方 你可以算一下 如果你填密码 使用密码的时候 只使用数字和使用任意字符 你看它的复杂度有多少区别 破解程度有多大区别 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说 你的密码要足够复杂 而且尽量不要只使用数字 通常我们要怎么用 四类字符中 你使用三种至少 数字 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特殊字符 从四种选三 那就足够复杂了 第二 长度 不要太短 你选的再多 你就一位密码 那很容易破解 是不是这样子 这要足够长才写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无线密码是那么长 我们的无线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有同学想登录的话 你可以登录无线 什么密码 可是等一会猜了 是吧 不然我只是让你记录邮箱地址的 否则其实我随便改几个 比如这个改成大写的 这改成126.com 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字符 特殊字符 全数字符 就这么长一串 要暴力破解的话 一般来讲 没有3.5年 它就猜不回来的 这种你再快 因为你可以算一下 它是多少次 房积的猜多少次 好 这给各位也提一个醒 就是你平时使用的邮箱什么之类的密码尽可能要复杂一点 不要紧实用数字 不要使用别人一猜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生日 你的姓名 你的生日姓名什么之类的组合 尽量不要一块不要这样用 尤其在互联网上 很容易破解的事实 当然我这里也是 我使用password的一条回车 改一改就可以改进这个密码了 让它复杂一点 就可以 输一遍再输一遍即可 当你输一遍密码不符合规则的时候 它会提示你 看到没有 叫bad password 这密码不打利 它说 OK it is based on a dictionary word OK 这些是词典中有 那就意味着暴力破解是很容易的 你再尝暴力破解也很容易 因为词典中有 或者叫暴力破解字典都行 这种我们称叫字典攻击 对吗 所以我们说你不要使用生日 因为从1900年起到什么2012年结束 这年任何一个每一天 在里边都有一个一个猜 在按的每一天 一个一个猜 我觉得你那样 生日中的感觉很容易猜 所以这叫密码复杂性规则 好 这是第二点 就是要足够长 第一个要足够复杂 第二个要足够长 你写不了吧 第一个 使用四种字类别 字符中至少三种 第二要足够长 一般来讲要大于七位 至少 第三 不要使用易记的字符 不要使用语句言什么之类的 就是使用那些 最好使用随机字符画 随机的 一随机不当你自己也记不住了 是吧 那怎么办 这个就很困难 找一个记事本把它记下来 那记事本如果丢了那就麻烦了 是吧 所以实际上没有万物意识的安全性 但尽可能复杂一点就行 这第三点 使用随机字符画 第四点 要定期更换 比如说你每两个月更换一次 别人花了半年 好不容易破解出来 其实你四个月 之前都已经更加了 第四 要定期更换 第五 循环周期要大 循环周期要足够大 什么意思呢 我让同学输入密码 第一次用123 第二次我说改 改成456 再改又回到123 再改又456 看到了吗 尽可能不要使用最近使用的密码 就表示叫循环周期要足够大 一般而言 我们在复杂性要求里边会有 比如说你不能使用过去 曾经24个曾经使用的密码 在24次之内 是不允许重复的 那各位也尽可能做到这种 你不能改来改去 每一次都改成上一次一样的 或者上上一次一样的 这是不合适的 好 这是我们的密码 复杂性的几个基本法则 各位要注意的 事实上将来我们会教各位 怎么去生成随机字图块 用一座密码 而且你可以把这个字图块 保存下来 将来使用一个密码 把它加密起来 进行保存 事实上讲到后来的RHS333的时候 我们会细讲各种加密机制 以及每一种加密方式的优势 劣势 这样子 这样我们都会讲到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NX密码 因为我们知道密码 是用户获取资源时候的凭证 对吧 只要用户有了你的密码 就可以拥有你获取资源的 所有的权限了 所以一般而言 我们的密码 必须要尽可能保密 不能让别人知道了 但是这种东西是很容易丢失的 而且一不小心 都有可能被别人窃取 那因此我们就有了 很多的其他的罗外手段 比如说刷指纹 我不支持你书密码 必须要刷一下指纹 才能进去 那一般而言 别人把你指纹倒走 也是可以的 是吧 现在有很多这种机制 也能从电影中 你都应该看到的 于是还有一种刷红膜 眼底的红膜 每个人的红膜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第一次只要把你的红膜 去保存进去 以后要刷一下红膜就可以清楚了 要盗取别人的红膜也简单 用一种特殊眼镜能复制红膜 但是还有一种机制 把人砍倒了 眼球给它抠出来 也可以是吧 当然你听觉挺暴力 很多电影不都这么演的吗 刷指纹的把手机给你砍下来 拿着走 但是不管哪种机制 各位明白 这事实上就是加强认证复杂程度的 用网上银行的工业也知道 现在网上银行用各种机制来反破解 对吗 你知道密码还不够 当你需要转账的时候 它会向你手机发一个验证码 或者给你发一个随机验证码 让你用个电子锁 是不是这样子 OK 当然有的银行直接输入一个什么 称为叫什么什么什么盾的东西 给它放一个唯一的 唯一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称为叫证书的东西 都是保存用户的唯一标示的 为了防恶意转账 当然这并不是万无一失的 尤其是对于安全性 这方面的意识不是特别强的 从这来讲 尤其如此 很多人有网上银行 因为方法太多 不过照样被别人骗得起来那么多的事了 那有其他机制 可能社会工程学也此处也有多方参与 这些东西跟安全性的往往不扯 但各位应该知道 很多密码其实足足安全 对我们将来的 整个职业社会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 这几个基本原则要记住了 好了 密码其实不是用户能够进入系统的唯一手段 当然可能有其他漏洞 提升权限之后进入了 但是后话 我都在说 好 那么这是跟系统安全相关的 或者跟我的密码安全相关的 另外 密码提出我们也提到了 密码实力要是我能说到了 今天时间不多了 我们后面就说了 因为任何话题展开讲的话 现在这点时间就讲完了 所以我们今天留点时间各位 把一个系统装完 把我们刚才讲的内容 收拾一下 当然提醒各位 提醒各位 这个 还要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教室的维护任务 就是我们每天要喝水 他这个水是不送的 是在楼下 所以男同学们到时候尽可能的自己主动的 按次序去按水 可能我会把水票就放在这个柜子的脚上 大家没事的话就去 或者说到没水的时候 每天早上起来 或者晚上走的时候去搬 因为中午的时候人太急了 早上六点多 早上七点多到的时候 如果发现没水了 就只中去搬一下水 拿着空桶拿着水票 下一般水 好 这是我们说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讲的这一系列的知识 可能有同学曾经私下问我 都说这些知识到底有多少 那我现在来做一个简单总结 我们要讲的知识包含了RHCE 这个正识加考试目前来讲是七千八 单学习的话应该是 有的公司收的不一样 大概有收三千多 有收四千多 也有收一两千的 都有可能 考试的话单独是四千八 当然要找一些人的考 他们其实成本没那么高 大概就是两千多块钱 如果你这样想考的话 应该没问题 两千八以上 我就能考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但是我其实并不建议去考虑证 因为证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将来你不理乱 咱们同学到细经为止 也没有多少同学去考证 而且考证以后来到学习的人 也不在少数 此前有很多问题 所以证识不关键 有没有问到这个问题 我我从调一下 好 这是RHCE的 另外一个我们还学的内容 还有包括RHCE 上午都说过了吗 RHCE的话 认证加考试是三万五 只学习不考试大概是一万五 有收一万五 有收两万的 当然也有一些便宜的 收一万二的 只考试的话 大概一般是一万八 一门好像是三千多 一共是五门课 而我们讲的内容是RHCE加RHCE都有的 除此之外 我们会细讲 需要编程 会讲MySQL MySQL我们要讲的课程 有些学校也会培训 我们讲的内容 跟他们比起来 有一个老师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培训 大概是 大概就是五六十个课时吧 收费是四千二 我们讲的内容比他讲的要多 给你说清楚 除了MySQL之外 我们还要讲的内容 就是大规模外部服务器的实现 外部服务器集群的实现 这些内容RHCE都不会讲的 外部服务集群 你系统架构 还有更额外的一些其他层次 还有MUN Sorry 还有NoSQL等等 当然更重要的 我们还要讲 并行处理系统 HIDOF 先说HIDOF HIDOF这一个培训来讲 一个培训 国内目前来讲 刚上 刚上 这个新闻培训的 大概一个是培训是六千八 反正应该是六千八 不是六千八 就是六千七 另外一个是HBase的 单个培训是 应该也是六千七 六千八 还有一个叫OpenStack的 就是我们都要讲的东西 这东西国内还目前来 就还没有培训 还没有单独去做培训 这东西我们都会讲到 所以整套课程下来 如果按照商业公司去运作的话 这套课程没有三万 可能就学不到 从课程方面来讲 那如果我们浓缩一下 放到一块 有优惑 没有两万 你绝对找不到 可以学的地方 所以我这里可以 负责任告诉各位 如果学完之后 你就亏了 反正没有这点钱 亏了 你可以找我来 我推你学费的方式 我们收的学费 也只是你 毕业后一月的工资而已 事实上 商业培训机构的运作 机率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收费 一般来讲 是你的可预期收入 工资的三倍 就是假如说 你一个月可以拿6000块钱 我会收18000 是这样子的 这是学费的收入方式 我们只是收一个月 当然主要是因为 我们开始 当然我们这个条件 我们一直以来 运作方式 还有我们开始 第一期收的比较低 所以一直以来 这种方式 玩玩玩 收的机会 最后可能我们也会收到 一万多 大家先说明看 不是说我们花了这点钱 来学的这东西 你认为就学不到东西了 完全不那么回事 你也甭这样想 学完之后就知道了 我们唯一比不上别人的 就是我们没有电脑 其他任何地方 不比任何一家 无论它有多大名称的 培训机构的 也要差 绝对不比任何一家 这样你可以出于对比 任何时候觉得亏了 你可以回来找人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信心 但是话又说回来 无论我们开的课的内容 有多少 你学不到手 也是没用的 对吧 所以要花工夫去学 我们每天的信息量 几乎都像今天那么大 我们还说过 今天和明天 应该是最简单的课了 以后你会觉得 越来越疏忽 难不难 说难它也难 说难它也不难 说不难它也不难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东西并不难理解 就是量很大 第二 这东西柔和起来 形成你的知识结构 你可以灵活运用 现在会有点困难 好 那所以如果说不难的话 你很容易就能学会 其他人也很容易就能学会 它就没有什么价值的 我相信各位能理解这个基本概念 所以我现在还是那句话 告诉各位 质量非常大 学起来的确会有点困难 但是没有学不会的一说 没有只有你画不画功夫的一说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强调一下 只找方法 别找借口 任何的时候 当你告诉我 我这个学不会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你没画功夫 或者画的功夫不够 好吗 那大家也一定要 既要对我们课程有信心 另外还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后所做的 唯一要做的话 你认为要做的 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 任何时候 再大的困难 坚持过去就可以了 不要让大家瞧不起你哦 OK啊 好 那我不读说了 给大家留一点时间 半小时的时间 把你们系统装起来 我明天可以 可能就要用 大量用这个信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